关注的是马航客机失联进入第七天 现在最新的说法传出了 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报导说 飞机失联之后仍旧持续飞行了四个小时 让反恐官员怀疑说机上有人 可能是蓄意关掉通讯系统来截击隐匿行踪 而这个是美国官方调查小组他们提出的假设 认为说马航MH370在失踪之后 可能有人刻意关掉两套的飞行通讯系统 导致飞机才会下落不明 而假设真的飞了四个小时的话 这航程恐怕远达四千多公里 最远可以达到印度洋、阿拉伯海 以及巴基斯坦边境等等 因此现在美方已经将搜寻范围扩大到印度洋 而此外我们的海军成功级军舰填单号 还有海巡署的海巡7号跟9号 也预计在今天中午将加入搜寻行动 海巡7号跟9号